长白山 坚持推进旅游城镇化 城镇景区化 景区国际化 深度开发以慢行慢游为主的新型旅游产品 其环程62公里慢行系统 采用木板 玄武岩石 风化黄沙 红色火山渣等 具有长白山特色的材质 铺设而成 将传统的长白山元素融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基地中 并把慢行步道跨市政道路实行无障碍连接 充分体现慢行优先的理念 还在全国率先建成公共自行车系统 居民和游客仅需办理一张IC卡或手机扫描二维码 就可随时享受骑行的快乐 全线长达365公里的慢行绿道 或2015设计影响中国规划设计一等价 与慢行系统一起 成为连接景区与城区的生态连郎与智慧绿物 让这里成为游客与居民游玩 休憩的乐园 长白山池北区让森林走进城市 让人类融入自然 在传承创新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正在成为绿色漫游 生态保护 城市人居的全球典范 它先后获得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震 国家人居环境范例奖 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奖等多项荣誉 成功入选全球12月优选生态旅游目的地 池北区正在开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新篇 打造国际曼城的盛世传奇